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4月24日星期日 俄罗斯跟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博弈 他老是拿贸易、意识形态这些东西来搞中国,经常对中国进行制裁 我们就觉得说,好像觉得中国怎么不不被动啊,总是处于这种被动的状态 有的时候呢,你说中国是卖方,然后他能卡着你,说我就不买你的,对吧 但是呢,中国是买方的时候呢,也能被他卡 你说你被美国卡呢,是因为美国强大 可是呢,你被澳大利亚卡,甚至呢,你被立陶宛卡 你说这些东西是说明什么呢 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啊,国际社会其实也是一样了 你像德国新当选的舒尔茨,他是一个阻隔的 那他那个外长呢,是绿党的党魁 然后这个绿党的党魁呢,这个女的啊,他就明确说,我就没有任何的外交经验 绿党这是头一次成为执政党,没有任何的外交经验 他就说呢,我就用内政的这一套,应用到外交这一套,也应该好使 他就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呢,和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大同小异 有很多的事呢,其实就是麻杆打狼 麻杆打狼啊,麻杆打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头发怵 你用这个麻杆打狼,你心里觉得说呢 哎呀,我用一麻杆打狼,能打住这个狼吗 你心里会发怵,对不对 那个狼看到这一个杆来了以后呢 哇,他也不知道你这个杆硬不硬 他也发怵,就是麻杆打狼,两头都发怵 中国还有句话呢,叫做呢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你要是太保守了吧 那你就会吃亏 中国就是太保守了 然后这次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就看呢,这个俄罗斯呢,他就是赶造 你比如说俄罗斯他提出来的,美国对他制裁的时候 美国把他都从那个swift给踢出去了 结果俄罗斯提出来说 你所有的这些国家,你对我敌对的这些国家 你跟我不敌对的话呢,随便你啊 你跟我敌对的这些国家呢 我就只收卢布,没有卢布就不行 你说是不是很赶造,对不对 如果是中国的话呢 有的人提出来说,你就得用人民币给我结算 不用人民币就不行 中国可能都不会采纳 中国说这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别人是不可能用这个人民币给你结算的 你看这个俄罗斯他就赶造 这个普京他就赶 结果现在怎么样 一开始的时候,欧洲挺硬嘛 可是呢,这两天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英国已经决定了 英国已经决定了,用卢布来结算 欧洲呢,正在考虑要用卢布结算 应该也会决定用卢布结算 因为你要不用卢布结算的话 他就不给你了啊 对吧,所以呢,他就必须得用这个卢布来结算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做了一个决定 说,去你的吧 我们才不会听你的呢 我们就不会用卢布结算 可是呢,他们必须得这样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我就是一个勇猛 俄罗斯呢,号称是战斗民族 对不对 战斗民族嘛 就是一个勇猛 我就是敢想敢说 其实呢,这两天还展示出另外一个国家的他那种勇猛 他就是土耳其 你说这个土耳其这个国家 他凭啥呀 对不对 但是他就很勇猛 这两天呢,他就盯上了现在 趁乱 他想达到他的一个目的 他一直都想灭了这个库尔德人 对不对 结果呢,最近他就趁乱 对库尔德人就开始出兵了 就出兵到伊拉克 出兵到伊拉克呀 就去了呀 你说现在这种世界局势 大家都在谴责这个俄罗斯 侵略乌克兰 说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 对不对 你在这个时候 你土耳其出兵到人家伊拉克去 伊拉克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呀 你就不怕被全世界打吗 哎,他就不怕 他就不怕 他就对伊拉克出兵 那这伊拉克这个国家也对他进行谴责 第一时间出来进行谴责 说我是一个主权国家呀 你尽管打的不是我是库尔德人 尽管这库尔德人在我这儿 我也不容他 但是呢你跑到我这儿来打 这不是对我们主权的一个侵犯吗 哎,他就不管 他就到库尔德境内去打 完了以后呢还规定说 俄罗斯所有的在黑海的这些舰艇 不准通过他那个海峡 离开黑海 进入地中海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 还有点不清楚 这个土耳其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当时还觉得说呢 那这个俄罗斯的舰艇 他为什么要离开这黑海呢 后来才知道啊 原来是这样的呀 因为这两天的时候呢 这个土耳其在对伊拉克出兵之后呢 他又做出来了一个禁令 说是呢 俄罗斯的这个飞机不准通过土耳其的领空进入到伊拉克 那这个就很明显了嘛 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俄罗斯到伊拉克去帮助库尔德人 他是这个目的 你看他就是什么事都敢做 是不是这个二端 现在呢 我都知道呢 英国呀 欧盟啊 不得不就遵守 他就得遵守 你就得乖乖的用卢物来支付 这个呢 对美国的这个霸权 他就是一个打击 你别看他打击 他并不大 但是他也是一个打击 他不是一个量的问题 他是一个质的问题啊 一个卢布 我都敢跟你美元叫晚 你美元不让我用 我还不用呢 对不对 我也不准别人用 欧元也不行 必须得是卢布 多么猴鹏 然后再说 另外的一件事 就是呢 美国欧盟 给乌克兰输送这个武器 乌克兰有人说 给武器给武器给武器 多少武器都不再够的 给这个欧洲啊 和美国呀 武器库都面临着危机了 德国说 都没有了 我给你钱行不行啊 美国截止到礼拜四 已经给了他43亿了 然后呢 他现在又在组织13亿 13亿美元呢 不过呢 这13亿美元 其中8亿美元是武器 5亿美元是人道主义援助了 好 这些武器呢 会源源不断的运到乌克兰 俄罗斯又说了 俄罗斯说 所有的运输这些武器的车辆也好 飞机也好 都是我合法的打击目标 我建一个打一个 这个礼拜以来呢 从上个周末的时候 俄罗斯就改变了打法 对于基辅啊 对于利沃夫啊 这些地方 就是呢 指哪打哪 我想打你哪 打你哪 乌克兰说呢 他打平民 俄罗斯打平民干嘛呀 肯定是打你的军事目标啊 对不对 英国的首相啊 这两天在印度访问的时候 他透露一个信息 他说呢 他说他有20名特种兵的教官在利沃夫训练乌克兰的军人如何使用北约的武器 然后呢 波兰的总参谋长就出来说 说这个波尔斯·张森呢 泄露了北约的秘密 因为上一次的时候 俄罗斯就打掉了在利沃夫的两个训练营 那你如果现在你们在那个地方在那训练的话呢 俄罗斯会去找出来啊 波尔斯·张森说的那训练营在哪 把他找出来就会给他炸了 所以呢 波兰这个参谋长就说呢 你这个泄露机密 波尔斯·张森就是一大嘴巴 但是呢 他这些个弹药啊 从波兰那个机场卸下来之后 他会进行伪装啊 有的时候呢 俄罗斯他也不知道他哪辆车上拉的是人道主义物资 哪辆车上拉的是这个武器 有时候他不知道 那飞机呢也一样 他不知道 所以说呢 虽然说俄罗斯是那么说的了 你所有运送武器的飞机和车辆呢 我一律都是我合法的打击目标 但是呢 不容易识别 但是呢 昨天和前天这两天 俄罗斯就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22号的时候呢 就在哈尔科夫那个地方 俄罗斯说呢 他们控制了一个乌克兰的弹药库 这里面呢 有数千吨的弹药 都是来自于美国和欧洲的那些弹药 因为他们现在作战呢 他就是两线了 一线呢 就是从哈尔科夫向乌东地区进行攻击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乌南了 好 哈尔科夫这个地方呢 俄罗斯就控制了 请注意是控制啊 并不是说给他战毁 是控制了一个数千吨弹药的一个弹药库 俄罗斯公布的那个视频里面 都有那弹药库啊 都是那个一个skate 都是那种一个包装 一个包装的那种在那的 这下这个俄罗斯发了财了 之前的时候不是还说吗 这个乌克兰太能造了 西方说是给他提供的七天的弹药 他一天就用完了 我在前面的视频我跟他说 他都打哪儿 行了呀 怎么打那么多呢 有的网友给我留言说 没解你不知道 我这个乌克兰 他说最腐败了 他们这些弹药 可能都被乌克兰的那些军队 转手就给倒卖了 那倒卖给谁啊 那只能倒卖给俄罗斯吧 所以呢 现在俄罗斯他们控制了 哈尔科夫这个地方这个弹药库 还指不定是不是乌克兰这个军队 做交换 倒手 卖给了俄罗斯呢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我看 另外一个是23号昨天 哈尔科夫呢是22号 23号的时候呢 俄罗斯又在奥德萨那个地方炸毁了 他在奥德萨机场 应该是在附近吧 在机场那个地方的一个弹药库 这个消息呢 乌克兰方面也发布了 乌克兰方面就是说呢 俄罗斯在奥德萨这个地方呢 一个通炸 造成了他们五死十八伤 然后又说呢 是摧毁了一个军事设施 两个居民楼 我没有看清楚 他说的那种五死十八伤 是平民还是军人 反正这东西呢 乌克兰是老是指责 俄罗斯杀害他的平民 俄罗斯绝没有杀害他平民的故意 因为没有用啊 没有意义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 毫无意义 这是其义 其二呢 就是乌克兰这个总统 他搞的全民皆兵 那你要是全民皆兵的话 你如何来指控俄罗斯杀害平民呢 你已经全民皆兵了呀 任何一个平民都是兵 对不对 你怎么能说他是杀害平民呢 但是呢 就是说呀 美国以及西方给他送去那些弹药啊 发挥不了他应有的作用 要不就是弹药库被俄罗斯给炸毁 要不现在呢 就出现了新的这种状况 俄罗斯他控制了你这个弹药库 直接就变成了俄罗斯的弹药了 这就是中国在抗战时期的时候呢 流行的那句话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对吧 美国不是说他的那个弹药库 现在已经是减少了三分之一了吗 好 这里面呢有很多都转到了俄罗斯的弹药库里面了 所以俄罗斯的弹药库呢 说是我们还没有用到30% 还有一点特别搞笑 不是波兰的那个参谋长指责 波兰斯·张森说他泄密吗 说是泄密了 说20名特种兵的教官 在乌克兰训练乌克兰的士兵 这个呢是北约的秘密 都被波兰斯·张森给泄露了 然后呢俄罗斯的新闻发言人 他叫扎哈罗瓦 扎哈罗瓦他就说 他说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知道的比这个要多得多 我们知道你北约在里面参战 你在这里面你可不是训练 你可不是说像20个人 20个人不算什么 你北约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这里面 你在这里面可不是训练 在这里面是参战 或者说是指挥战斗的 这些我们都知道 我们知道的比你说的要多得多 我现在发现哈 就关于俄乌局势这个战局 战场上的这些消息啊 现在西方的媒体呢 基本上都不报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报的了 像这种控制了他弹药库啊 摧毁了他弹药库啊 这个东西 西方这些媒体都不报了 如果不是乌克兰方面 他们出来指责 比如说奥德萨这个 他们就出来指责 说你炸了我平民 如果不是这个的话 他们就根本就不报 而俄罗斯方面呢 其实他有很多的媒体啊 都在报道 像什么卫星通讯社呀 RT通讯社呀 塔斯社呀 反正我看到的至少有四五个媒体啊 都在一线跟那报道 我相信俄罗斯他们国内 就看电视啊 或者是报纸啊 他们能看到很多 只不过这种声音呢 他传不出来 中国的电视上呢 播的比较多 中央电视台播放很多的这些 但是呢 YouTube可能是不让他播这些东西 反正我们看不到 从YouTube上面看不到 你可以在中国的那些媒体上 如果你能看中国的电视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 中央电视台的那个13频道 也很多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绝掐